不過他的最大問題是這樣 他做完之後他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表格的部分 應該說格式的框線部分 那框線部分的話 這個我想因為我們課程裡面沒有特別提的 但是我是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些VBA程式不會寫的話 其實你可以錄下來去分析 那分析的時候一定你會有個選取區域 這個選取區域它的物件名稱叫selection 那這個selection你可以把它改成range 或者是sales 後面的東西其實它的屬性跟方法 變更的方法都一樣 那所以怎麼做 那其實第一個 反正我們重點不是在前面 因為前面這東西其實說真的 我還是需要去了解它的邏輯 到底是怎麼可能要請那位同學 可能會比較清楚 不過我打開它的VBA程式 我有幾個可能需要說明的 就是說第一個 如果你們做完寫完VBA的時候 一定要養成好習慣 什麼樣的好習慣呢 因為這個是我非常care的一個部分 第一個是請你務必好好的縮牌 那縮牌的原則 應該還知道 應該知道我要怎麼樣縮牌吧 比如說for裡面的東西的話 記得怎麼樣呢 把它按一個TAB鍵 然後if裡面東西呢 也在按一個TAB鍵 然後這一層不用進去 按ship加TAB到車回來 裡面的東西 再一個TAB鍵 OK 這樣子的話 其實看起來就會舒服 因為我是非常在乎這種縮牌的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VBA 你沒有好好的縮牌 說真的 你連錯在哪裡都不容易看出來 因為常常有同學是打了上面 沒打下面 有for沒nest 有if沒有and的if 那諸如此類這些問題 都是因為你沒有好好的 如果你有縮牌 你一看就知道你到底哪裡打錯了 那這些問題就不容易發生 好OK 第二個是怎麼樣 請你養成第二個好習慣 就是請你加一些註解吧 因為你沒有加註解 說真的 你也許自己當下很清楚 當下 所謂當下就是你腦筋清楚的時候 你是知道你在寫什麼 但是呢 你過一陣子之後 你還會記得嗎 其實我坦白講 我自己都會不知道 因為我當時是很清楚的 但是過了幾個月之後 我連我之前做什麼 我都真的忘記了耶 那是不是說我有失一陣 其實可能有啦 但是人 所以你不能相信人的記憶力說真的 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從事 設計方面工作 請注意一點 千萬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記憶力 一定要做一點 就是說讓你自己 將來就是有點是你的未來告訴你的過去 你到底做什麼 否則你的未來會罵你的過去 會覺得你這個過去到底 那實際上就是說註解 那註解的方式我想 在我們的云南白板裡面 有很多類似的範例 比如說你這個第一個在做什麼 對不對 第二個到底在做什麼 這個變數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也稍微交代一下 因為好 如果你交代清楚之後的話 人家好 在除了你自己之外 如果其他人看到你的這東西的話 也會非常的 馬上能夠進入狀況 為什麼 因為一看就一目了然 就像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雲端上面的程式碼一樣 那我盡量可能做到這些 那這樣的話呢 在你參考程式的時候 你也會非常方便 再者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會用到類似的程式碼的時候 你也可以知道說 以前哪個部分你可以拿來用 因為上面有註解 OK 所以這些兩個重要觀念 縮排跟註解 這個都盡量能夠做到 不過我覺得這同學已經很厲害了 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寫出這樣的東西 已經相當不容易了 OK 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按TAP鍵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一樣 選起來按TAP鍵 這樣的話就很清楚了 看起來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再來如果還有註解的話 我覺得會是最棒的 OK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他今天希望 做什麼事 選取這個範圍 假如說他希望做什麼 來幾個 簡單一點好了 常用裡面 這邊 這邊有那個框線 對不對 一般的框線 最簡單的 是什麼 所有框線 第一個 所以呢 有沒有框線 第一個是有沒有框線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要加一點顏色 比如說框線 你覺得這個顏色好像不太 不太 我如果希望把它改成 紅色的比較醒目 OK 好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針對這個範圍 去做什麼 框線的顏色設定 那這邊當然有一個 所謂的紅色好了 那你怎麼加 一樣把它 外框線跟內框線 點一下按確定 就全部都有了 OK 再來第三個是什麼 框線的粗細 粗細的話你可以一樣 其他框線 裡面 你可以選擇比較粗框線好了 那如果說你要出框線的話 一樣 外框線跟內框線 按確定 這樣就完成了 OK 那 這個地方 可是問題啦 你總 你不可能說 每一次 你都要做一次 那當然如果說 你希望 能夠套用框線的話 你可以有幾個方案 第一個